Block Pink 连续两天在高雄举办的巡回演唱会顺利落后 事后却被爆出演唱会现场发声插曲 有网友爆料女星贾永杰站起来 这档演唱会观看视线 贾永杰事后也发文道歉 没想到今日贾永杰又被坐在他后排的粉丝指控 第一排应该都是拿公关票进场 据Eaturday新闻云报道 该粉丝忍不住指控 第一排公关票的友人连成员都不认识 只是一直站着拿手机拍 一开始就在讨论谁是谁 拿着手机比来比去 让后方粉丝见状后感到相当傻眼 日自由时报报道 有网友在第二场演唱会之前 在IG呛贾永杰跟风载记得做着看演唱会 也引来贾永杰亲自回应 跟风载今天不跟风回台北了 那可不可以好好听 好好好好 中文字幕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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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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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x 但你的身体比起来的 你还在这儿? 哦 真的吗?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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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子 你回去有没有睡觉? 睡 为什么? 因为想说怕睡过头 然后就顾电来 就干脆一直都没睡? 对 就想来送他们一层? 对 这样等一下等多久也不晓得 不知道 因为昨天有警察说是6点 可是现在已经6点多还没开始 所以你5点钟就来了? 对 一个晚上都没睡? 对啊 太紧张了 你们是住高雄吗? 对啊 今天几点来的? 刚刚 大概几点? 6点 大概快6点 6点啊 昨天晚上有去听演唱会吗? 有啊 昨天晚上这样回去有没有睡觉? 没有啊 没有啊 爽到睡不着 就是怕睡过头是不是? 对 那你觉得他们这次来台湾 你们感觉怎么样? 很兴奋啊 睡着晚都没睡觉? 没什么睡 就是为了 要送他们回韩国?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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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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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栋梁